楚瑜带着厉鬼进了鬼门后 宁星宁晨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刚刚那是什么人 他不是人 而是守护鬼门的桃花妖 妖 妖怪 没错 我们校门的祖师奶奶 也就是现在天界的主神 当年下凡历劫时 阴差阳错多了个妹妹 就是刚刚的老妖怪楚瑜 那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我从小就跟着师父四处抓鬼 每次抓到厉鬼师父 都会交给她带到地府 一来二去的 我就跟她熟了 小嫂子 你师父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我师父是校门现任掌门人楚九 但准确来说应该叫她楚三十九 楚三十九 这名字好奇怪 校门中有个规矩 每一位掌门人的后代在成年时 都会下山历练 为期三天 三天内抓了多少只鬼 这个数字加上楚姓 就是他往后的名字 这规矩真奇怪 是谁定下的 是我们校门第一任掌门楚一师祖定下的 楚一 这么说 你师祖下山后只抓了一只鬼 没错 但他抓获的可不是普通的厉鬼 而是一只修炼千年的大鬼 那你师父抓了三十九只 都是普通的小鬼吗 师父是运气太好 刚下山就撞进了一个鬼窝里 把里面的三十九只鬼一往收尽 所以就只能叫楚三十九了 后来师父嫌这名字太拗口 干脆就把三十省略了 对外他只说自己叫楚九 小嫂子 那你今年也满十八岁了 收了刚刚那只鬼 以后不也得改名楚一 不用 我不是师父的后代 这个规矩跟我没关系 你的亲生父母呢 他们怎么忍心让你小小年纪就离开他们 我是观生子 是我妈妈在棺材里生下的我 现在都是火葬 你的妈妈怎么会用棺材下葬 我也不知道 师父是在一座山山老林里 发现我妈妈的坟墓的 她经过时听见有声音 把坟墓挖开时我脸都憋子了 差点没活过来 师父在我的脖子上 发现了一块刻着碗字的玉 应该是我妈妈在死前给我戴上的 所以师父给我取名除碗碗 那你的父亲呢 你有想过找他吗 随缘吧 你既然能算出别人的事情 怎么不算算自己的 像师能看出任何人 甚至是鬼的机缘命运 唯独算不出自己的 我师父也替我算过 他说我的命是向天道夺来的 算不得也算不出 凡事只能随缘 凝晨忽然有些心疼楚弯弯 有这样的身世还能如此乐观 实在不容易 别用那么同情的眼神看我 我过得可比你们开心多了 师父就我一个女弟子 山上的师兄们 都拿我当小祖宗一样惯着 没你想的那样苦 看出来了 抓鬼的时候比阳王还凶 平时又跟孩子一样活泼 可见你的师父和师兄们功不可没 正说着 楚弯弯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 走 请你们吃好吃的 好 豪华包厢里 服务员刚把菜上齐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哟 我就说你大少爷怎么改了胃口 一下子点了这么多肉菜 感情是养了个小美人啊 白锦莫 你这嘴还是欠收拾 小美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楚弯弯 楚弯弯 长发婉军心 名字真好听 楚弯弯打亮着白锦莫的面笑 这人长得倒是不错 但夫妻公暗淡 留情多手情少 桃花泛滥 是个多情之相 宁晨 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发霞 他这人就是钱收拾 下次再这样你不用客气 宁晨 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我好歹也是拳击高手 这小美人看着弱不禁风的 能对我怎么个不客气吧 鬼都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更何况是你白锦莫呢 白锦莫微微醋眉 只当凝晨是在吹牛 两天后开学 秦峰回来送晚晚和宁晨去学校 秦叔 月姐姐怎么样了 小月好多了 她离学校近 已经自己过去了 秦峰又看向楚弯弯 郑重地鞠了一躬 楚小姐 谢谢你 你已经给了钱 不用再谢了 你这可是救命之恩 这两天小月也想通了 她不会再打扰大少爷了 楚弯弯和宁晨告别了众人 上车离开了 两人刚好分到了一个宿舍 他们来得比较早 宿舍里另外两位还没来 我们快把东西收拾好 等下去附近逛逛 好啊 正说着 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你 你们好 我叫关书雪 你好 我叫楚弯弯 我叫宁晨 几人一边收拾一边聊天 宁晨 楚弯弯 你们是哪的人啊 我就是京城的 我以前住的地方叫大风山 现在住在宁晨家里 大风山是什么地方 就是一座大山 太偏僻 也没什么人 关书雪心中暗自有些喜色 出生在大山里 不会比我还穷吧 楚弯弯也在敏锐地观察着关中雪 从穿着打扮上看 家庭并不富裕 从严谈举止上看 心思敏感多疑 容易自卑 也容易钻牛角尖 弯弯 我收拾好了 我们走吧 好 关书雪 我们要出去逛逛 你去吗 我就不去了 我东西还没收拾好 那好吧 宁晨拉着楚弯弯正要出门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走了进来 看来你们就是我的室友了 你们好 我叫汤浅 你好 我是宁晨 楚弯弯 你们这是要出去吗 是啊 我们出去逛逛 那周好 我也想出去买点东西 不介意带我一起吧 当然不介意 你先把行李放下 我们等你 汤浅走进来看到关书雪微笑道 你好 我是汤浅 关书雪看着汤浅那一身时髦衣服 还有那精致妆容有些紧张的回答 你好 我叫关书雪 我们出去逛逛 你不去吗 不不用了 我还要收拾一下 你们去吧 晚上 楚弯弯来到阳台上 看着上一届留下的那一盆 已经枯萎的芦荟眉头微皱 芦荟有尖刺 容易带杀 放在阳台上会影响整个宿舍的风水 本身整栋宿舍楼坐北朝南 向阳生木 是生机盎然之相 可偏偏这一盆芦荟在这儿冲了阳气 坏了风水 幸好芦荟已经枯萎 尖锐之相不在 否则这好好的宿舍可就要让人住得不愉快了 楚弯弯将那盆枯萎的芦荟拿到垃圾桶里扔掉 又把一株小葫芦的幼苗栽种在盆里 你喜欢这些盆栽啊 葫芦家中作 葫芦添上来 宿舍里太空了 种点花草让风水更好 啊 你还信风水啊 楚弯弯微微笑笑没有多说什么 弯弯 你这小葫芦哪来的啊 小花喜欢抱着葫芦睡觉 给它带的 嗯 小花是谁啊 小花是我的宠物 可真有趣 有机会我还真想见识一下 你大约不会想见到 为什么 没什么 小花不爱见生人 晚上 楚弯弯刚准备上床就被汤芦喊住了 弯弯 能不能帮我涂个身体乳 背后我够不着 好 楚弯弯接过汤芦的身体乳 正准备涂时 却见汤芦的脖子后面有四根像手指一样的黑色印记 楚弯弯轻轻摸上去 一丝阴气钻进指尖 汤芦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 没有啊 你怎么这样问 你脖子上有四根像手指印一样的印记 我没有太记啊 脖子上怎么会有印记 汤芦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楚弯弯 你拍下来给我看看 楚弯弯接过手机将那几根手指印拍下来递给汤芦 汤芦看着印记被吓了一条 谁掐的我脖子 下这么重的手 鬼掐的 弯弯 你别开玩笑了 这世界上哪来的鬼啊 汤芦摸着自己的脖子 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这两天我总是做梦 梦见有个男人在追我 然后我就一直跑一直跑 那个男人掐着我的后脖子把我摁在地上 我头上还悬着一把大刀要砍我的头呢 你看清楚那个男人的模样了吗